瞄準地面上俄軍主力戰車T-72 烏克蘭再度發動攻勢 精準摧毀目標瞬間爆出濃煙 再轉到下個盡頭 在無人機協助下 烏軍不斷空投微型炸彈 成功行中好幾輛俄軍戰車 烏克蘭無人機作戰部隊 最近釋出好幾段影片曝光最新戰果 派出一架大約一萬美金上下的商用 無人機空投炸彈 戰果豐碩 迎戰俄羅斯大軍 烏克蘭旅船捷報 又有西方盟友持續軍援 讓只能孤軍奮戰的俄羅斯 忍不住 爆氣怒批 俄羅斯官媒女主持人指控北約持續軍援 讓俄烏局勢不斷惡化 怒批西方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過看看俄軍撤離後的基辅周邊城市 根據烏克蘭當局統計在基辅近郊 已經尋獲多達900具平民遺體 是誰挑起戰火 畫面會說話 如今的俄羅斯儼然已經殺紅眼 美國中情局局長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都認為屢戰屢敗的俄軍 不排除動用核武 就怕俄烏大戰以牺牲即為核戰 讓整個歐洲都陷入戰火之中 三立新聞緩生報導